少林号称天下武学圣地 功法众多高手如云 一般人能学上两手 那绝对都受益匪浅 视频中作为街头卖艺的小伙 就是一位还俗的少林武生 从山上下来了 就决定游历一番大好和山 于是他一边游历一边卖艺为生 倒也是自在 每当他边起少林绝技 都会吸引不少街头路人的围观 一字马鲤鱼打挺动作 都是很容易打出来 一砖更是实实在在 放在地上硬砸 没有一点水分 看小伙的缩狗工 即便是上电视表演的高手 都不及他的三分之一 这么大一个人对折过来 从这么小一个圈中钻过 让人佩服 当然这般表演可是很危险的 非专业人士可不要模仿 小伙最厉害的 还属这一招金蛇蝉 铅丝被小伙仅缠在脖颈 坚持了数分钟才是缓缓松绑 看他这脸色 表演的也是不轻松 小编看着都是有点慌 学会了这般危险的绝技 大家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呢